Hello 大家好 朱昌露 昨日父親節 不少居民本來打算和老爸出去吃飯慶祝 怎知爆出社區疫情 去酒樓變成核酸站 政府呼籲不要堂食 可能加上勞工不能回來 因為珠海要隔離 所以見到新口案協成和珍點心 都拉閘不做生意 有酒樓經理說 每逢父親節早午晚師訂座必然爆滿 但昨日受疫情影響 茶屎生意大減 只剩下幾張桌子 晚師大部分預訂都取消 預計昨日父親節生意減足八九成 慶幸的是一部分人提前一日慶祝父親節 不至於吃光蛋 由於日前政府放寬少於四百人的餐飲聚會 無需強制出事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酒樓立即接到三十多圍的飲宴單 大家歡天喜地 怎知估不到再受疫情影響 酒席取消或延期 他們當然擔心痛失生意 又到廣告時間 消費卡已經用著 請就外果園 日日翻貨優質新鮮水果杯 甜品 巧克力果仁脆脆 好吃到不得了 快點來試試 半年消費滿兩千元 老闆還送一個水果Telamisu蛋糕 M food都可以落單 或者加微信都可以 繼續說回 現時政府呼籲飲食場所暫時不設堂食 不過酒樓照常營業 但若然政府說有明確規定 就會遵從指引去做 會好些 會和相關餐飲商會保持聯絡 盡量配合安排 另外有酒樓經理說 幾日前父親節其實訂座已經滿了 部分更接吳設來做 預計生意額本來可以達到六位數字 真是幾萬上落 可惜突然受疫情影響 不敢開放堂食 昨日只接了兩單外賣生意這麼大把 直言損失真的非常慘重 估計至少要半個月生意冷清 幾十位酒席或取消 由於政府首次呼籲餐廳不設堂食 社區爆發的嚴重性可想而知 他們說餐飲業很簡單 一封就關硬 即使有提供外賣配送服務 其實幫助不大 尤其是節日過後居民消費意欲偏低 生意更加冷清 他們真的很擔心自己的將來 好 這一集就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可以掃片尾的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Bye